哈囉各位MPKC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播陳錫鈞 這一次呢和大家談的中國市場議題呢 我們來談談中國市場上 知識可以變成錢的 知識開始有價的曙光 我們再來看一個 知識付費APP的興起 過去呢我們對於知識價值啊 很可能聽了在說 我問你一件事情 我肯定請教一件事情啊 我請你吃一頓飯啊 小一點就是啊 我感覺我欠你一個人情就好 尤其是在中國市場上啊 我們對這種像知識 或是一種像know how 這種很簡單一些小的信息 往往很難給他定價 那這種很難定價的東西 到最後怎麼樣 就是無價就是沒有價值 但是呢最近呢 一個名為在行 以及分達APP的心情 讓我們看到中國市場上呢 對於知識這件事情 開始有願意付費的曙光 我們來說一下這個兩個APP的背景 我們先來說一下好了 在行這個東西呢 是大陸果殼網這個專 設計了一個什麼 專家幫你回答問題的一個APP 那果殼網的背景是什麼呢 它是一家專門進行科技知識普及化的網站 所以啊 它來做這個東西也算是名正言順啦 那它到現在為止已經契機已經一年了 而且獲得了不少融資 那為什麼一年後我們才來講呢 因為能活下來一年代表這個怎麼樣 它的商業模式基本上是都受到認可的 那我們先來說一下在行這個東西好了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平台 它上面邀請了很多學有專精的專家 那專家不是我們意義上所想像的一定很嚴肅喔 它很可能包含了各種生活層面 包含說修車包含服裝禮儀等等 舉番你覺得你在這方面呢 有比別人很厲害 或是比別人看得到獨特的地方 你就可以來登陸成為專家 然後呢 它就是做一個媒合機制 專家在這個APP上呢 可以為他們的知識來開價 那當然這個價格也可以和想要知道答案的人呢 來進行協商 那目前呢 每一個小時平均的費用大概是300元人民幣上下 那所以這個平台上面呢 逐漸的跟淘寶一樣 它就會專家 有專家提出他的專長 然後呢 進行媒合之後 使用過的人 就來進行什麼 來進行評價 那它的模式呢 也可以在線上回答 也可以是什麼 線下 然後約見面 來完成這樣的一個知識轉移的過程 那最近呢 他還開發出了第二個 第二個類似的APP 他稱之為分答 就是分開了分答 答題的答 在在行呢 他強調的是什麼 是專業性 可是分答呢 他強調的是什麼 就是五花八門 無所不包 而且呢 分答是強調在60秒內 就為一個問題做簡單的解答 那各位想說 那60秒這麼短 我怎麼可能會有興趣呢 所以分答比較突出的模式 他邀請了一群名人 或是網路上的紅人 來做什麼 來做準備幫你回答的人 所以呢 只要你對這些人有興趣 你可以問他們任何一個問題 那當然由他們來決定 這個問題 該付多少錢 那和前面不同的是 該付多少錢的本身呢 可能遠超過剛才的價值 可能一個問題 可能要八千元人民幣 但是好玩的是 當你一問一答中間呢 如果有其他人知道 這一問一答的結果 他也想知道的話 他只要付很低廉的價格 一元人民幣 就可以知道說 提問者 對這個人 對那個 問的對象 所得到的答案是什麼 簡單來說 你就是分享了 別人的問答知識 然後呢 這一塊錢裡面呢 五毛錢 給回答人 五毛錢給提問人 換句話說 他在鼓勵怎麼樣 鼓勵你提出 大家都有興趣的問題 那經過試驗結果呢 只要你問題提的對話 幾乎你都可以回本 好 我們先不管 這兩個東西 運作模式如何 至少 這兩個APP的出現 讓我們看到了 中國市場下 對於知識這件事情 有以下的啟示 第一個 過去我們只有認為一些 被做成書 或是被認為是專業範圍的知識 才具有市場價值 但是呢 當我們所有的網路普及到說 跟行動生活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 生活中需要各種知識 各種無論多麼的知識 總有它有價值發揮的地方 所以啊 我們未來對於知識的想像 可以不要再那麼狹隘 我們鼓勵你把你個人的專長 只要能看到出 你做得比別人好的地方 它就可以轉換成一種知識 那在這中間 各種APP或是網路或是行動機制 扮演就是一個媒合者的角色 所以 一個是知識的產製 一個是媒合機制 當這兩個交合之後呢 知識開始有價的市場 就逐漸來形成 第二個是喔 我們開始尊重知識專業這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呢 對知識有價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一開始所提一樣 過去你認為 隨口一提的知識 比如說 該怎麼去旅遊 可能就只是朋友之間的一個閒談 該怎麼樣去報稅 可能是什麼 一頓飯吃 我請你吃一頓飯 你就該告訴我的東西 但事實上這些呢 可能是什麼樣 別人在某個行業裡面 或是他用好幾年所累積下的經驗 雖然在你看來 可能兩三句話就帶過 甚至一個小時的談話裡面 就把它全部都融會關通 都學走 但是呢實際上 在這樣的機制下面的話 知識專業 開始融合 而且被尊重 產生市場價值機制 並不在於說 只是可以賣錢 而是在於 這個價格 代表著我們提問人 或是對於這個答案有需求的人 對於這個專業知識的認同與渴求 所以這也是這個市場機制 形成的第二個基礎 那第三個基礎 就是我們剛才最後所看到那個分達APP 現在網路上的情報問題是什麼 不是不夠 是太多 那分達這個機制怎麼樣 他變相在鼓勵什麼 鼓勵你提好的問題 鼓勵你 說出好的答案 所以呢 會變成 我們有一個趨勢 未來呢 在這個機制下 我們會試圖的將專業知識怎麼樣 再去無存心 考慮到使用者的需求 把它怎麼樣 精緻化 而且呢 這樣的知識經濟分享模式呢 也可以讓其他有意圖使用者 用低廉的模式 來分享 創造出共享經濟的本質 也符合現在當下的趨勢 好啦 聽到這邊 企業們應該趕快思考了 雖然我們在上述APP中 講的都是個人對個人的模式 但是在網路上 你企業又何嘗不是各個個體的組合 你的知識存在 也不是在企業體本身 也在於企業體裡面 每一個員工的身上 所以各個企業你可以想想看 你的企業體裡面 含有哪些知識 應該在上什麼樣的品牌 可以被怎麼樣 可以被看到 來創造價值 趕快進入這個未來具有潛力的 知識經濟市場 我們下次再見囉